四十块大洋就买一枪人命 我觉得四十块大洋已经不少 这表明了领事先生的一个态度 你说他们家一辈子能挣那四十块大洋 杀人偿命 钱债还钱 把凶手交出来 一命第一命 第一命 不要钱 那你说的算不算 大姐 你死了就这么疼 大姐 大姐呀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也是个中国人 对这件事情 我的内心也非常的沉痛 你看 这人死后也不能复生 你看就是杀了那个日本人 给你丈夫偿命 他也不能活过来啊 是不是 这是你们的孩子吧 是不是需要钱买米买菜啊 花几块大洋 把它给埋了 剩下三十几块大洋 你可以开个小铺子 做个买卖 你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啊 别听他的啊 他是站着说话不腰头 饱汉子不知道恶汉字机 大嫂 这事不能就这么玩啊 大兄弟 我知道你是好心 可是好心他不得钱用啊 我那孩子还等着你下锅呢 我给大伙磕头了 麻烦各位 把人给抬回去吧 对对对 帮帮帮帮帮帮帮 跟大家说啊 这事解决了 大家也就散了吧 都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回去吧 回去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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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了 咱们这趟没白来 是不是 那福天安给关了禁闭了 这库主也拿点钱了 咱们来就起作用了 知道不 走吧 二哥 我刚才好像看见桑格了 不可能 那老三的驴脾气 怕这事不冲过来了 你花眼了你 走 也是 走 这我们要不去 那小日本的能复了什么 就是 二哥不去 一个大洋弄不来 三哥 老三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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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来了 坐 走走走 走过你这儿 到你这儿看看 三哥 对 老三 你刚才 是不是去过日本领事馆 啥领事馆 你不是说看着你三哥了吗 我看像三哥呀 啥呀 我这儿刚从独军府下了琴 我就说嘛 你说那么大的事 你三哥能不能过去 是 二哥 啊 少事啊 哎呀 别提啊 提起来气人 这小日本子 动不动随便开前杀人啊 来 当时咱们看见了 跟你三哥说说 哎 啊 为了给福天忠给押精 我们干了这一杯 哎 干杯 你二哥要是不去 那小事把他能给关了禁闭 那苦主别说四块大洋 四块大洋他都拿不着 你二哥这回办他露脸吧 亏了二哥了 对了 老三 平常请你都请不来 今天你说路过 谁信呀 找我有事 说 找你借钱 我没钱 说 借钱干吗 东乡房漏雨 双马那棚子后墙快倒了 我得下个月再发响 你说老三 你说这怎么说呢 你叫他这日子过的 走 我这儿就二十块大洋 你就一日干啊 倒是缺俩帮手 那不简单嘛 你们俩放两天假 给你三哥修房子去 好 那先老二哥 走了 走了 老三 发了响机的 赶紧把钱还我啊 你让你嫂子那人 干嘛啊 您这是 二哥从小就对我好 有啥好吃的 好穿的 总能想着三弟 这颗虎牙你也惦记这么多年了 三弟知道二哥一直喜欢这个 不瞒二哥 本来这颗虎牙我想留给孩子 今天就押在二哥这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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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行 那我这先带几天 钱就不用着急花了啊 你先去配药 配完药来找我 告诉你怎么服用 好的 谢谢 叫你吃个饭 那还有病人呢 你的画面等我 你先去看 ост这边 在哪 prevention 铁牛 我 啊 但是 这里 阿姨好香啊 来 好久没有吃过野兔子肉了 子依啊 你还记得吗 在晾甲镇的时候 你经常给我打野兔子吃 三天让你吃一回 我来 晾甲 今天把你约出来 有两个事想跟你交代一下 第一个事 洪如带孩子 让他好好念书 将来学大哥 诗文断字 为国家效力 做烦大事业 现在这世道乱 别让他学我 天天舞刀弄枪的 这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指不定那天就报效了 我知道 还有个事 这枪送你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干啥的 但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有危险 我呢 又不能天天在你身边保护你 把这枪带在身上放身 可能拿在你手里边有点大 但是这家伙事威了他 我教你咋事 这是推弹夹 子弹给你压满了 这是上堂 上堂了 我告诉你 为什么 这家伙事 我今天着开 把人度缺海 他咋不tle 我只是 scheint 关乎的 所以你看 这日子 你跟他的脸 那就标减 网友 到信 shake 你 抓住 递 我原以为通过逃奋工人的残词 就能够唤醒中国人的名心名气 没想到四十块大氧就把我给彻底打败了 你就不应该去冒这个险 我知道 我这样做很可能会暴露 但是我不愿意放弃一次激励名气的机会 我听说帮助日本领事处理这件事情的是叶清零 他没有看见你吧 应该没有 即使看到我了 我也可以说我是路过看热闹的 我没有资格约束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你不要忘了张荣是怎么死的 张作霖虽然拥护共和 但是他对中山先生和国民党是什么态度 我是不清楚的 我以后会小心的 张作霖现在不在方田 等他从哈尔滨回来 我会想办法把这个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事情告诉他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哦对了 二哥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他的健康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让二嫂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吧 好的 我会转告他 谢谢你 对了 怎么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和唐紫怡 单独见了面 没有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不过前两天 他跟二哥来医院看病的时候 我跟他简单地谈了一下 你们谈了什么 谈谈他对革命的看法 我不是说过吗 要考虑考虑 我觉得他已经具备了一个革命党人的素质 不需要考虑了 不需要考虑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我更清楚 他做过土匪 众小义亲大义 做事冲动 匪气十足 蛮不讲理 可是他抗日毫不犹豫 敢于牺牲自己 这就是他不顾大局的地方 小义 你什么意思 我说御人 这件事情他提不来 你要发展他也得靠我 你这样做会很危险 我有什么危险 你是真的 没有和他单独的见过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 有什么时候变得来 也buster 我们俩的执行 天下 哪儿的 看他铁星和脸 肯定不知道哪去下火 要不问他 你问 莫道上随于听说吧 不容易啊 还剩一分钟 还剩十年功 各位 有钱的 您捧个钱场 没钱的 您帮个人场 我们祖孙二人 还没吃赏饭 您赏我们一子俩子的 我们买张煎饼 喝碗素贵 钱饱了肚子呢 我们再伺候您 大便活人 各位 谢谢您了 谢谢 谢谢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 天哪 我就想 这点天 还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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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钱 跟我走 还有还小 还不小 哪里 有紀念了 有紀念了 走 小丫头 带着你爷爷赶紧出城这儿 没你们事了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找什么啊 日本人订的价钱 四十块大洋一条人 一会儿你跟扫布斯就在这儿盯着 别让那钱让路上的行人给捡跑 等着警察来就赶紧撤 千万别让警察给逮 回去要是二哥问起来 就说我们家房子修得不赖 行 当我病了 讨厌了 思听辞职 是吧 这哪儿修房子 这不修人的吗 管他修房修人的 反正跟着三哥干就俩字 啥字 贼痛快 真的 真的 为什么呀 说是那小日本在大街上欺负那小姑娘 正好路过几个当兵的 二话没说上去就崩了 林了给了四十个大洋 哎呦 够伤心 哎 不过我跟你说 那小日本在叫他们干啥 就是 哎 你说几个当兵的干的是吧 对啊 这马上就会有人到各个部队调查 你赶紧跟我问问去啊 有没有咱们对不上的人沾边 快去 好 陆医生 回来了 二哥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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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三个房子修得怎么样 哎 哎 特别好 嗯 这回不漏雨了 哎呦 你们三个这口味还请你们俩喝酒了啊 哎 哎 干活高兴 再借上喝了点 哎 再借上喝了 哎 那刚才听说再借上四个日本人 你们听说了没有 哎 嗯 跳二叔 真的听说了 传得够快一点 嘿嘿嘿 二哥 那叫个解析 那叫过瘾呐 痛快解恨啊 你们看见一次是看见了是不是 啊 嗯 没有 不是那你们说这个解恨过瘾 这话就像亲眼看见似的 那到底 谁说的啊 哎呀 挺好的 二人说 到底谁说的 二哥 二哥 这这么个事 之前是听那个隔壁那时候说的 哎 然后呢 那个跑堂呢 就快快快快跑过来了 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说 我们就听见了 就这么回事二哥 嘿嘿嘿 别他妈给我洗皮小脸 别叫 好 说 是不是你们跟老三一块干的 没有 我们就是帮三哥干了点活啊 对 对啊 二哥 这真不是我们干的 滚蛋 老三 二哥 找我啥事二哥 你那房子开始修了吧 开始了 那二十块钱哪儿够啊 要不要二哥再给你送点了 要不然你再接我八十 再接你八十 是 正好搞你杀俩日本人的是吧 你告诉我 介绍那个日本人是不是你杀的 就这事你还能瞒得了我呀 瞧你找那俩人 是能瞒得出事的人吗 回去就跟我撂了 摸了个八字你俩别走 你 真是你看的呀 我看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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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太大了 你什么事都敢干呀 你不为你自己想 你不为你老婆孩子想想 行 二哥 杀个日本人 敌了那逃犯工人的命 我要是再杀一个 就给我自个颠备 要是二哥接我八十 我就专领了 我敬你个屁 这事不能再干了 小日本什么时候吃喝这亏呀 张大帅是护肚子 这事他护不了你 行了 二哥 兄弟送你一句话 我的事你别跟着掺和 老三 哎哟 哎哟 绿 林师先生 真是不巧 张独军不在 我可以打 好 请 叶先生 你现在都变成日本人了 妹夫 你真能说笑话 我跟你说 我是警察 又因为这次福田中尉 枪杀中国掏粉工人的事 我是正 所以这次中国军人 枪杀日本侨民的事 令师先生找到我 让我带他来见张独军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不妥 你的材质 不见当面 我可没你那么不适时 什么东西 我没什么 我给你 我给你 你 在这地方 你 哎呀他骂了个八字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你还笑得出来啊 我咋笑不出来啊 死的一条人命给四十块大洋 这是日本领事自己领的家啊 哎呀 现在日本领事在客厅里等着呢 嗯 这事别让我大哥知道啊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只是听说 三个骑马的中国军人干的 具体情况不知道 哦 去查 查处是谁干的 先把人给我抓起来 是 实际上 要是抓住了人 真的让他们去抵命 哎呀 这可就难说了 如果日本领事同意 把那个枪杀中国 逃魂工人的日本军人处死的话 那这小子的命就悬了 这样吧 等他上罚场那天 我去给他治救见性 他骂了个八死的 这个兄弟 刚才是不是张杜静回来了 不是 是城防部队的吴司令 哦 啊 好 不是张杜静 是吴依夏回来了 我送你了 他没骂了个八死 这是闹闹啊 还让领事先生亲自讨回他 你好你好你好 来来来 走走走 叶清零 吴司令 是领事先生举荐你 坐到凤天警察局的警署吧 是 是 司令的记性真好 是领事先生的记性好 据说 你在日俄战争时期 帮助过日军 在凤天治下的村政 征绩过吉阳 是 其实我什么都没做 区区小事 不值一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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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事 领事先生都记得住 那他的记性不是太好了 吴司令 叶清零军他 哦 索贼一跟我说了 妈了个八子 你们来得不巧 我大哥到哈尔滨找吴俊升去了 就是黑龙江省的都军 吴大舌头 来谈事去了 哦 他什么时候回来 哎呦 你这话我问的啊 是他管我不是我管他呀 他什么时候回来 能跟我说吗 啊 哈哈 你们问的 哈哈哈哈 那 那 中国军连强下日本超民的事怎么处理 啊 索贼一跟我说了 他骂了个八子的 真是和尚打赞 无法无天了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当查到这个人 我立马抓起来 军法从事 好 吴司令 准备怎么救急这个凶手 那还用问吗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我抓住他 立马就毙了他 啊 呃 李氏先生是说 您爽快 司令爽快 哈哈哈哈 哦 哈哈哈哈 你看 我要当过胡子的二当家 执掌过山规 对那些违反山规的人呐 我是赏罚分明 绝不呼吸 哈哈哈哈 那好 我就当 当正听你的消息了 啊 好 哈哈 呃 对了 前讯和枪笔凶手的时候 我要亲自来看看 哈哈哈哈 哎呀 李氏先生啊 你这是信不过我 哈哈哈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 好 我同意 那太好了 没什么事 我就告辞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哎 对了 我差点就忘了问了 那个中国军人枪杀日本侨民的时候 给钱了没有啊 啊 哎 给了 给了多少 给了四十块大洋 是吗 是吗 哎呀 哎呀 他妈的可怕死他 哎 这个人呐 我还真不能装 为什么 人家给钱了 你什么意思 你看啊 死一个人 赔偿大洋四十块 这是您给顶的家呀 不对 富田上的是中国的一个套本宫 而这个中国军人上的是日本超民 哦 那领事先生的意思是说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命 不一个家 啊 这个 没关系 是也没关系 啊 你说 差多少钱 他妈了个巴子的 我一定想办法 让这个中国军人给补伤 我不同你的 等张作霖回来 我同大交叉 妈了个巴子 好好好 随便 随便 哈哈哈哈 不说 不说 他妈了个巴子的 跟我来应他 我他妈的不出这套 他妈了个巴子的 不思量 你真的要抓那个中国军人 我 我不能让 夜行灵这小子去抓 我不能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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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日本侨民被中国军队枪杀 你这个知道吗 啥呀 没事 请司令给签字 有啥事 我想提前预知下个月军下 家里缺钱了 是 来 拿走吧 司令你这金表真不赖 瞅着像英国火 那了个八子 你何有压力吧 喜欢吧 喜欢 写司令司令司令 这马了个八子的 抢到我的头上来了 啊 大可着吃 哎 你怎么回来了 我去给你拿碗筷 不用 吃了 儿子 来看看爹买啥了 哦 吃肉了 吃肉了 这不年不节的 你买这些做啥 今天就挂姐 吃啊儿子 来 夹肉吃 来 多吃点啊 娘 你怎么不吃啊 娘不爱吃肉 啥不爱吃 那当年我打那些野鸡野兔子 也没见你少吃 儿子 咱家 咱家谁最辛苦 你们娘 辛辛苦苦把你们俩拉扯大不容易 将来长大了 要好好孝顺你们娘 记住没有 记住了 给你们娘加肉 乖 乖 我看着你这儿 这些肉都不许剩下啊 大口吃 这月想去 你今天怎么了 啥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能出什么事 对了 倒还真有个事 独军府刚下了命令 让我陪同着独军出趟远门 可能说走就走 啥时候回来不知道 去哪儿了 去哪儿也不知道 走了 汤子叶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要去找叶玉山 这老娘们儿 别瞎想 把俩孩子照顾好 想盗盗多少 四十块大药 不知 要我看的 最多 二十大洋 这可是金的 没用 就二十块大洋 卖就卖 不卖就散了 二十就二十 成 好 外表一块 二十大洋 拿好 你慢走客官 快把他追回来 多给他点 给他八十块 八十 那那可不值 我说了八十块 快去 哎 客官 请 实在对不住我 刚才啊 我看走远了 您这块表啊 至少值八十块大洋 我这就给您打 你先等会儿 说清楚 这可怪我 您走后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可是老老年的物件啊 也就是古董 绝对值八十块大洋 我这就给您拿钱 先不忙 你怕我这身老虎皮 不是 这怎么可能呢 主要啊 我们华翠金店 那是布坑老百姓 我还能占您便宜不是 刚才给您二十块大洋 再给您六十块 一共八十 那好 谢了 给了 哥 这回又有两个日本人活到头了 啊 什么活到头了 想二哥想的我干长短 放二哥看的我发红啊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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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